在北京西皇寺的一角 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 加木扬凯潮顾力重游 感慨万千 这里曾是他三十多年前养牛的地方 西皇寺建于清顺至九年 为西藏宗教领袖 打赖武士的助悉之所 寺中清静化成塔 为六式班禅一关塔 1987年 中国藏与西高级佛学院在此成立 时事班禅大师 为时来自蒙藏地区的活佛和学僧 能喝上奶茶 请人在佛学院内养了两头奶牛 1988年 有牧牛经验的加木扬凯潮 被请来帮忙 因为班禅大师还有这些活佛 因为都是蒙藏地区来的嘛 得得喝奶茶 而且要 那时候北京哪有这么先进呢 像蒙牛屹立的这些都没有啊 所以说只是一个奶粉 新鲜牛奶那几乎是没有 所以说呢 班禅大师为了让这些活佛们 就是把这个生活改善 就是有两个奶牛 当时只是北京雍和宫的一名小喇嘛的 加木扬凯潮 接手养牛的工作以后 牛奶的产量从以前的一天一桶 提升到了一天三桶 加木扬凯潮出生于辽宁复兴蒙古族自治县 198年5月 18岁的他被招收成为改革开放后 第一届北京雍和宫学员 自此踏入佛门 加木扬开朝回忆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是简陋 大家都知道那刚改革开放 我们是五个人一个房间 中央五月份来的 那时候北京已经开始是很热了 所以里边是当时没有 这个不用说空调 连那个电风扇都没有 来洗澡的地方这些都是没有的 都没有 那时候用和宫是每周休息两天 周一周四要休息 休息的时候我们老师父带我们 那时候北京不要早堂吗 到那去洗澡这样 在用和宫期间 加木扬凯潮学习佛学经典 汉语 藏语 汉藏对照佛教历史 政治 外语等课程 几年后在佛学院饲养奶牛期间 他又获得了额外的学习机会 每天跟夏仲佛佛进行一对一的学习 这养着一天没多少活嘛 但是我就就是边养着边学习 等于是以更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吧 那我就等于是每天跟夏仲佛佛 那夏仲佛佛底下还有几个猛族的小喇嘛 跟他们一起学习这个元气 在师长的鼓励和推荐下 1989年 加木扬凯潮正式考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第三届佛学大专班 毕业后 他回到北京优和宫 担任了三年经师 因学样出色 在多位大师和学者的推荐与帮助下 他于1993年赴日本留学 当我去日文留学以后呢 也是看了日文是研究这个猛丧佛教 这个太多了 研究了很多 但是很零散 总觉得都有问题 所以说呢 我是一个蒙古人 而是代表这个中国去的 代表中国参议系高级佛学院的毕业生 所以说这个呢 一定要我要去捋清这个 这个蒙古地区的佛教 到底怎么说来龙去慢 这个呢 我就博士龙 我写的是蒙古佛教的研究 2001年 在日本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以后 日本方面给出了月薪40万日元的高薪 加梅扬凯潮不为所动 毅然回国 而当时的社科院 给他开出的月薪 只有600多人民币 我的根在中国 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包括那哈佛大学要我 但是我先回来 社科院要我 我一定要回来 在加梅扬凯潮看来 自己的成才要感恩一路帮助自己的老师 学校以及国家的政策与信任 否则自己不可能去留学 也许现在还在出生的地方 这个改革开放 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 这个什么吧 人生的一个转变 这个知恩图报的人 有善良的人 有爱国的人 爱自己家乡的人 不然的话 那你这个人生过得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还不如那个 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再次来到位于西黄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加梅扬凯潮感谈变化之大 学僧们生活设施十分完备 课程设置上不但有佛学课 还开设了时政课 法律课 健康卫生课等 还会组织学僧到宗教场所 名圣古迹 博物馆 高科技企业等参访学习 这是与时俱进嘛 这佛教也是与时俱进 一定要了解国内外的这些形式 而且了解社会 不然你怎么去普通众生呢 2004年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开始招收第一期高级学贤班 学员毕业后 可被授予拓然巴 这是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贤 相当于佛学博士学位 随后藏传佛教学经制度不断完善 教学方式 内容不断丰富 加梅扬凯朝认为 这些变化值得提倡 而背后始终未变的 是中国对藏传佛教的保护和传承